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此刻好好纪念 别挥霍了时间 别辜负了时间 夜晚星星眨着眼 等着你许下一个圆 陪你看日落海边 我却只记得 你温柔的侧脸 有太多的位置 太多美好 在等着寻找 乘着阳光正好 微风不早 向明天奋跑 在夏日离开之前 让我们在风光点 那些没说的语言 没拍的相片 全都一一实现 在夏日离开之前 让我们在靠近点 每个难忘的瞬间 你都在身边 有你才完成了 夏天 你房间没法睡 今天就先睡这儿吧 我 我帮你啊 你是不是有话想对我说啊 你是不是也有话想对我说啊 嗯 我想说 还是我先说吧 你想不想要记住这个夏雨天 有些事我必须要确认一下 有些事我必须要确认一下 我去看书 我去看书 我不是放你家了吗 这不是下雨了吗 我想起来你屋顶还没弄 还好我来了 不然哦 不然哦 要不要检查我 想起来 还要是从 tech准成 在开我 ence的 其实是你不想消费 你吃早饭没有 做早饭给你吃 我吃过的 爱而不自治 口贤体正治 你想不想记住这个夏礼品 有一些事我想要确认一下 你觉得我师父怎么样 他这很好 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想说什么呀 他上山的目的你应该也很清楚吧 因为 我之前在饭局上见过你 我也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身边的女生 就跟走马灯一样都不太重样的 你是可以做到万华从中过片 也不沾身 但你想过我师父吗 他二话不说就搬到山上来住 这么敢想 这么敢做 还这么较真 但越是较真的人 就越容易受到伤害 所以我真的 真的想拜托你一件事情里面 不要伤害他 放过他可以吗 什么破地儿 到处都是飞虫 怎么拍嘛 下次找个替身 把这里该拍的拍了吧 设计 靳总 我是星灿的陈香香 有事吗 好味咖啡商务的这个事情 这个事你跟黄总监聊就行 靳总 这个商务本身也是您 支持给到我们星灿手里的 八九步离十的时候 插出了一个苏石宇 这明显不是您的本意 其实我之前 对贵公司也有过一些了解 我想谁在背后帮的他 您心里多多少少有个数 苏石宇既然站到了您的对立面 您不也需要个帮手吗 你是在跟我毛巨自建 苏石宇拿到这个商务 就是对您权威最大的挑衅 我相信您跟我一样 是最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的 既然我们目的相同 为什么不能一起呢 一起 你跟我一起啊 你觉得你能为我做什么呀 我一定尽我所能 不过 我还是想给您提个醒 您身边的白软 之前可是小时光出去的 有没有吃里扒外 咱也不好说 但是我还是想让您知道一下 你知道的还挺多 我知道的还能更多 靳总 我相信我们一定是 强强联合 你话太密了 你话太密了 明天苏石宇是不是要来这里植锅 是的 萧小姐 咱也来 小苏 上次你喝的冷脆 你再尝尝 不比那个八不七几天那样的豆子叉 哎呀 您太客气了 小苏 大小婶 聊天呢 自己家种的白菜可甜了 这筐给你和凌卫 剩下的我送去庙里 谢谢啊 聊着吧 好嘞 小苏 你在这山上住的还挺适应的 挺好的 山上空气挺新鲜的 而且我直播的时候 这儿画面特别美 是啊 我长了不少粉丝呢 我果然没看错你 你这是爱情事业两手抓 哎呦 还在努力 努力归努力啊 那你这速度可是有点慢 你应该开倍速了 照我说 你不如直接开一个会 直通大结局 等我这行动已经到顶了 我一个女孩子再往前走 她就无路可走了 我告诉你啊 高端的猎人 往往都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做梦做梦 要不比不上重 使用整理 她要不仅间大雨 扶手 超重 成功 再当着 我们替它 这是 看来你已经适应这样的生活了 您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啊 我最近睡眠不太好 总爱做梦 梦见我姐 昨天又梦到了 我姐托梦跟我说 说好味咖啡是她一辈子的心血 对 她让我好好地看着你老爸 还有公司 你呢 她有没有托梦给你啊 跟你说了什么 对 我姐应该 不愿意看到你现在 这个虚伪与事物中的样子吧 所以应该不会托梦给你 因为 你说你一天到晚演给谁看呢 说是要赎罪 但我怎么觉得这五名山更像是个弹琴受爱风花雪月的地方了 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 该做什么 对 对 你当然很清楚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人间清醒 聪明绝顶的话 我姐她就不会被你害死 我呢 是你舅舅 但我帮不了你太多 我倒是希望 你能在这里好好种茶 种猪好不差 也许只有这样 才能告慰我姐的在天之礼 好 忙吧 走吧 不想猎物吗 我想猎物吗 凌卫 你是在躲我吗 昨天晚上我 我以为我们就捅破窗户纸的事 我现在都把窗户拆了 放到你面前了 我就一点表示都没有 苏志宇啊 有些事情你可能误会了 什么意思啊 对现在的我而言 你就是一个非常可贵的朋友 别开玩笑了 还是说你需要一段时间 去进入一段新的感情啊 我朋友少 你是其中一个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了 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你等我一下 你还记得这个吗 这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那天我从医院走 可能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吧 所以才回去找你 所以你从医院把我接回来 让我住在你家 就是因为你同情我吗 那个时候的你我能感同身受 因为我也曾身处决心 所以看到你并不像表面 那么坚强的时候 我想尽我所能给你一点温暖 那昨天晚上我亲你的时候 你没有拒绝 这怎么解释 你别说了 我相信我自己的感觉的 我就当你什么都没说过 我们彼此冷静一下吧 现在相信我说的了吧 苏世宇根本就不了解凌卫 在梅中出差之前 任何告白都是自杀似的 我一直以来的战略呢 都是助攻鼓励 你越是撮合他们 越说他们般配 凌卫就会越不以为然 苏世宇自然就会自取灭亡 我别想了 同情敌人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反正呢 早伤心 晚伤心 都受这么一回的 有时候吧 我觉得你好像 完全就是在纸上谈病 等着瞧吧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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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一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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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在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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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 配上一瓶牛奶 指尖一来 一个人的时候站在归台 指尖一回 发现愿望就在 愿望遍离天 希望不要失眠 不要下雨天 等一个人的画面 不要在房间 一个人吃泡面 宁愿一个人在落下便利点 愿望便利点 希望不要失眠 不要下雨天 等一个人的画面 不要在房间 一个人吃泡面 宁愿一个人在落下便利点 偷偷寻愿 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师傅 27 你在干吗呢 28 29 30 我刚跟自己打了个赌 如果白菜叶子是单数的话 我就放弃 如果是双数的话 我就 我就再不要脸一次 我再去问她一次 师傅 她一早就出去了 很明显就是不想见你 你没有必要 再为她浪费时间了 但是我不甘心啊 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凭什么呀 那要结束也是应该由我来结束 你又不是不知道 林卫她是什么样的人 那从一开始 就不应该跟她有交集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揪着过去不放啊 我看到她什么样 她就是什么样的 你做不了决定我帮你做 咱们回家 你干吗 回家 然后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 林卫 昨天的事情 你想清楚了吗 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如果你要上山直播 争夺订单 你想干什么都可以 但我和你 就朋友吧 为什么要回公司帮我 我说过呀 你是我朋友吗 朋友之间的话 这些事情 应该也是举手之劳吧 我朋友很多很多 但唯独你不能是我朋友 眼里的刺痛花到嘴边 仍能说出抱歉 太远了妈妈 我丢人丢到老婆家了 人家要给我几面我飞 要死开来来聊个节目 我在干嘛 我到底得跟你打错了吗 发泄出来好点了吗 我的 我这样是不是很丢脸 这个我可以解释的吗 我平时不是这样的 我平时很理直的 你知道的 师傅 你在说什么 我什么都不记得 我还要好 那如果以后要再见面的话 怎么办 我刚以后还是要上山拍视频吗 那见了面这会有多尴尬啊 我天哪 没关系师傅 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那我也是啊 我又不是做了什么 上天害理的事情啊 我还是要努力公布的 你太丢脸了 我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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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丢脸了 谢谢 谢谢 我太丢脸了 你看的还真是仔细啊 不是你让我帮你看的吗 我让你看的是我写的论文 不是我摘抄的历文 人已经走了 你还在想什么 我真的很好奇 是你跟我说的爱情婚姻 是最不可取的情感关系 还说这种形式 早就应该被合伙人质替代 怎么 这次来真的了 可能只是习惯了吧 那你怎么不习惯我 你就是从小缺乏 别人的陪伴 这是第一次 有人强行闯入你的生活吧 也许吧 你早就过了顶峰 什么样的欲望物质 你也早就没兴趣了 所以你才能在这儿 安心种茶 但是他不能 他要叛叛他的事业 为了生气努力 所以 所以 你也不会为了他 而回到城里吧 真是我 怎么都知道这么做 你怎么在这儿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失恋了 你怎么了 告白失败了 胎死铺中吧 我还没有说出口 但人家就拒绝我了 我就说嘛 照凌薇那种段位的 在情场上那就是 翻手为云 覆手为鱼的 你在他面前 就是个小白 我还以为我自己没理事说呢 结果就是我自作多情 人家只是想行善记得吧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他根本配不上你 干嘛 师傅 陈香香他们去咖啡机地直播了 场地不是给我们播吗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那你等我一下 我收拾一下去过来啊 好 你还真是敬意啊 爱情都没有了 工作可千万不能再丢了 我觉得这个陈香香 就是故意找茬的 我正愁气没电子撒呢 你行 你果然是个好助理 完了 我烤烤了 你好 宝宝们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五名山 也就是好味咖啡的种植基地 我们今天呢 不做美食 我们今天带大家看一下 咖啡的生长过程 不好意思 我们里面在直播不让进了 我们也是来直播的 为什么不让进啊 我们已经跟基地负责人 打过招呼了 你有问题 跟负责人联系吧 请不要打扰我们直播 基地负责人 华叔吧 让一下啊 找我干吗 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人家先来的 我们已经跟好味咖啡 打过招呼 人家也同意拍摄了 怎么到您这儿就不行了呢 好味咖啡是好味咖啡 我这儿有我这儿的规矩 没有经过允许 是不能影响村民们干活的 你们赶紧走吧啊 走吧 走吧 苏苏姐 这是直播不了了吗 你是故意的吧 你这就纯属无限了 我们竞争的是同一个商务 内容大差不差的 我怎么就不能提前 来基地直播预热一下呢 陈香香 你每天搞这些有的没的 你觉得有意思吗 怪我喽 你们要拍摄 为什么不提前打好招呼 出了事情 连个应急预案都没有 也是 你们以前也这样 又要不是第一次了 以前你还是我们这儿的人呢 用不着你来教我们做事情 我可教不了你这些 不入流的手段 你讲话注意一点 怎么了 厉害了 都行为打人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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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别的地方想要办法 你想想 林董凭什么把商务给她 她背后又做出了什么努力 真是细思极控啊 我真受不了 你能不能把你的嘴巴闭成个干什么 我说呗 怎么办呀 这个不防水 要不我陪你们个新的吧 你知道这不防水 还故意往上泼 是你先要动手打人的 要追究起责任 难道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莉莉 打电话报警吧 打什么电话呀 打什么电话呀 你们谁呀 干什么 欺负起我们小素来了 就他们这帮人就故意 怎么谁都放进来呀 放心吧 小素 在小进村 就没有让外人欺负你的道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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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了 不客气 你没事吧 师父 我没事 就是这个存注卡有事 凌卫 我去城里了 我怕外面下雨 接你一把伞 拜拜 拜拜 大伙儿 我说两句啊 她这茶苗就快种出来了 她当初骗我们种咖啡 难道我们现在 又得走回以前的老路吗 要我说 掀了她的茶棚 让那些苗啊 直接冻死算了 听听听啊 咱们村什么时候 多了些野蛮人呢 你现在跟她走近了 开始胳膊肘往外拐了 当初靳月改种咖啡豆的时候 怎么没接你出来阻止啊 当初以为咖啡豆能赚钱的时候 你可是第一个往上冲的 亏了本 靳月也是用高价来收购 咱们村的咖啡豆 是不是啊 乡亲们 是是是 人家离味回来种十一里香 更没爱着谁 靳月都补救不回来的事 她儿子能做到才怪 你现在这么帮着她 你是不是收了人家什么好处啊 说什么呢你啊 你什么宿舍啊你啊 你怎么补救人 你怎么补救人 行吧 相礼相亲的吵什么吵 到回家了 散会 行 不是 还得好好地嘛 好好的嘛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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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不想要记住这个下雨天 你азыв Haupt 师傅 生日我已经送去报修了 里面拍摄的�ủ台都能保住呢 放心啊 辛苦了 我在期待什么 来啦 师傅 吃早饭了吗 吃了 设备送修呢还需要几天 所以我借了个新的回来 能补一些镜头试一些吧 大家审给我打电话 说让我买点东西过去 还要去五明山啊 又有什么不能去的 对 有什么不能去的 不就五明山吗 走啦 买东西去 对 凤霞嫂 三舅妈 小苏 你怎么来了 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啊 不少聊天啊 正好 给你们带的数学辅导 测误牛肉 谢谢 谢谢 大小婶呢 小苏 你可算回来了 林薇那边出了点状况 以后她的事不用跟我说了 跟我没关系 不管闹了什么别扭 都先停一停 林薇的茶棚被掀了 刚一进去的茶苗全死了 什么 什么 伤识成长给的亲切 苦过在小菜叫体面 刻骨骚未必能对还甜 幸福是一句抽签 等那些从前三成碎片 割破了眼泪底线 你是否看见痛楚涌现 模糊了伤口边缘 爱过的人还在眉间 故事一张几世故的脸 老所有从前大事怀念 竟然来眼泪底线 你是否听见记忆里面 有遗憾苦心昨天 但觉得爱还在指尖 伸出手斩向今天的怀念 写成一句亏欠 到所有从前大事怀念 竟然来眼泪底线 你是否听见记忆里面 有遗憾苦心昨天 感觉的爱还在指尖 伸出手斩向今天的怀念 欺诚一句亏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